周宣王后期 对外战事一再失利 先后败于江氏之戎和王南国之师 三番五次的溃败之后 周宣王要在太原登记人口数目 西周时期是军农一体 周人平时耕种 暗时训练 战时则成为士兵编入军队作战 而在西周分封制度下 隶属于周王的军队 只能由王室直接控制下的土地上的民户出 以前 王室操控大量的土地和人民 有着充沛的兵源 历代周王并不同计人户总数 而西周晚期 王室控制的民众太少 王南国之师后 周军兵力不足 以至宣王打破了祖宗惩罚 登记自己所控制的人口总数 补充兵力 在王朝大臣们的眼里 这一举动是向诸侯们示少 示弱 将会失去诸侯的亲父 周宣王终于没有听从大臣们的劝谏 因为疲弱的兵力已经让他无法强承门面了 到了晚期 宣王他的一些诗 方针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原因 就是那些老臣已经年龄太大 已经无法再辅佐他 他呢 在这个王室的一些举措呢 也不是很恰当 这位忠兴之主 到了晚年 再也无力阻止王室的颓败之势了 宣王晚年 一个可怕的刘延在王鸡地区散步 刘延称 桑木的宫 姬木的剑袋 灭亡周国 刘延传到宣王耳朵里 他下令捕杀一队出售这两样东西的夫妇 王室的颓败之想 日益显露 不安的情绪在王朝中涌动 几句童谣就是至高无上的周王入惊弓之鸟 整个西州晚期可以说是都在走下坡路 周立王是一个下坡 他灭亡的一个迹象或者信号 所以后来虽然有短掌的中心 有点像回光返道似的 但是最终还是不能再维持了 公元前781年 周先王之子周幽王继位 很多人对这位新君主寄予厚望 然而 重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爆发给周王朝雪上加霜 西州幽王二年 关中地区发生了一次大地震 齐山出现了崩塌 齐州 浩金都受到了震动 经水 渭水 落水三条河断流 周人是这样描述这场严重的自然灾害的 夜夜震电 不凝不灵 百川沸腾 山种翠崩 高岸为谷 身谷为岭 在周人眼里 如果不加以改善 周王朝将面临灭亡的危险 然而 周幽王完全没有这种意识 相反 他已具备了王国君主的种种恶习 他信用阿谀奉承的小人 摒弃闲人 荒废朝政 他把大臣的劝谏抛出脑后 一心直想着 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宠妃包四高兴 包四 本是包国的美女 周幽王攻打包国时 包国献出包四 祈求投降 周幽王对包四一见钟情 并立为妃 宠冠周王公 周幽王四年 包四为周幽王生下一死 周幽王对他更是宠爱 不惜代价地满足包四的一切喜好 相传包四 有个特殊的嗜好 喜欢听烈伯的声音 于是周幽王命人取私伯送到包四寝宫 叫有力的宫女每日撕裂给包四听 包四进宫以来一直没有笑过 韦伯的红颜一笑 周幽王煞费苦心 甘愿不顾一切做最荒唐的事情 于是历史上最为经典的王国故事 蜂火系诸侯即将上演 这里是西州蜂火台遗址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林同区 离山西秀岭最高峰 海拔近千米 它的南边北边在西州时 就是通往都城的重要交通赶道 蜂火台是中国古代重要军事防御设施 是为防止强敌入侵而建的 为了保证王国的安全 军队里有最严格的规定 只有外敌入侵时才能点燃 予有敌情发生 白天失烟 夜间点火 台台相连传递消息 如果犯的敌兵很少 一千人以下 一般就举一封 如果在一千人以上 就要举两封 如果来的更多 就要举三封 就表明这个情况已经很紧急了 如果敌人倾国而来 已经很危险的时候 那么这三个火堆 同时点着以后 还有在合容 过一会咱要分开 就表明已经非常紧急了 如今的烽火台 已经失去了 它原有的军事功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当地人在遗址基础上 重建了一座空心的烽火台 专供游客参观游玩 而就在三千年前 周游王也一样 把烽火台 当成了游玩之所 让它失去了原有的作用 为了博德包子一笑 周游王命人到烽火台上 点燃了这个只有外敌入心时 才能点燃的烽火 烽火台底部有一个灶口 在此点燃柴草和狼粪 会在台顶形成烟火 用狼粪烧烟 具有孤烟直上云霄 风吹不斜的特点 如果京都危机 只要一个烽火台燃烟 其他烽火台 就一刻不能耽误 连锁拘火 警报得以迅速传递到远方 按照猪烧法令 猪猴们看到烟火后 必须马上率军赶往京城 他们赶到立三脚下 一看上面谷月轩天 大王正在上面取乐呢 就问大王 这个边情怎么样了 敌人在哪里 诸游王说 没有边情 我们在这玩呢 诸侯们就很生气 面面相去的 狼狈而回 包括四看到这个场景 觉得很开心 就突然开怀大笑 周游王一看 飞泽笑了 心里很高兴 后面又举了几次烽火 诸侯们直到上当了 慢慢地就不太来了 更多荒唐的事情上演了 这是发生在周王宫内部的 一次重要的逃离 他将完全动摇国本 直接决定周王朝的最后命运 为了使包四高兴 周游王废除了郑后身后 和太子遗旧 王后和太子逃离王宫后 周游王仍旧不依不饶 为了使包四的儿子没有后患 周游王完全忘记太子 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他决定斩草除根 杀掉以逃到申国的太子 申后是申国国君申侯之女 太子是申侯的外孙 周游王强迫申侯交出太子 这件事最终是 忠心拥护周王室的申侯 成为周游王最大的仇敌 公元前771年 申侯不仅联合曾国 而起联合西北的犬戎部落 大举进攻西州 犬戎部落一直等待这样的机会 他们发动了最强大的攻击 很快就兵民成下 周游王危在胆息 他赶紧命人燃起风火 然而已经完全失信于诸侯的 周游王没有等来任何救援 犬戎肆意地横行起来 他们在离山脚下杀死了周游王 捣毁了浩金的宗庙公事 而且带着美人包四 和大批的战利品扬长而去 仓皇失措的西州贵族们 草草掩埋了礼仪重器 逃离了家园 凡胜的西州王朝 就这样灭亡了 西州灭亡的话 代表了当时的周上所代表的那种孙孙志 他的一些弊病 那是一些很根本的原因 同时呢 这个西州呢 一开始的时候扩展太快 它扩展得很快 结果呢 它对于一些外面的少数民族 完全采取一种压迫的态度 它对于西北的民族估计还是这样 那么这些方面的话呢 就是一些个民族矛盾 和内部的政治矛盾 就互相结合起来 县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的浦渡镇 是西州浩京遗址所在地 从1983年开始 陕西考古研究院浩京考古队 就在浩京遗址上进行勘探和局部发掘工作 试图重现消逝久远的西州图景 然而浩京被犬戎攻占后 周王公的所有东西都被焚毁殆尽 经过几十年的挖掘 考古队竟没发现一件完整的陶器 挖出来的全部是碎陶片 浩京考古队队长岳连剑带着队员们 试图一件件地修复和还原这些西州陶器 地上和这个袋子里面放的陶片 都是我们今年在这个花园村和洛水村 两个地点发掘出土的西州的陶片 现在这个罐子呢 就是我们已经复原了大部分的一个罐子 这个罐子啊 这个一片片拼起来也不容易 就是从一堆陶片里面分类以后 把相同的片子放在一块儿 最后经过拼对以后 才能证明它是这个罐子上的 如果查口能紧密地结合起来后 才能知道它是一个器物上的 一件器物破碎了 可以重新拼接修复 而要想修复一个破碎的西州王朝 却已经完全没有可能 公元前七百七十年 登上王位的周平王 依旧在镇武宫 晋文侯和秦湘宫的护送下 天都洛邑建立东州 宗州的贵族大臣们都随同迁王 临行之时 周平王封护送有宫的秦湘宫为诸侯 封赐的土地 是被犬战占据的宗州故地 周平王许诺 秦如果能够赶走犬战 就领有其地 狼狈而走的周王室 已经拿不出真实的土地 锋利诸侯了 这时的宗州故地 宗庙宫是近回 满目疮痍 直到二十一年后 秦文公才从犬战手中 收复齐州故地 另一位护送有宫的郑武公 与周王室的关系一直非常亲密 郑武公的父亲郑桓公 是周宣王的属弟 被宣王分封到郑地 郑地与东州王籍交界 在犬戎入侵西州时 郑桓公栗战而死 周王室将郑国视为最重要的部署 然而随着双方实力的改变 彼此的关系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郑桓公 郑武公 和其子郑桓公 被称为郑氏三公 是东州初期 周王室最为倚重的诸侯 河南省郑国车马坑博物馆 是东州时期郑国国君 及其家族的墓地 新郑市便是春秋时期郑国的所在地 半个世纪以来 在新郑市发现有东州墓葬三千余座 大中型车马坑十八座 其中 郑公大墓出土的最重要文物 九顶八轨 在周朝时期是王权的象征 此外 郑公大墓还出土了大量的兵器 这意味着随着实力的增加 郑国国君与周王室的关系 发生巨大的变化 由亲密的依从关系 逐步变为对权力和地位的争夺 在这片广阔的郑国故城遗址上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蔡全法 从事发掘与研究工作已有四十多年 郑的军队在当时虽然不死千生自国 但是在春秋初他的军事力量 他是非常强大的 因为他要欲罢中原 就是相载中原惩罚 他不但能尝试就是扩大自己的地方 实际上对周队形成了反保卫的状态 所以他对周的威胁就越来越大了 而且他不太听从周旺的一些意见 干预超整 周平王死后 郑庄公的势力迅速扩大 周王的势力却仍旧在减弱 强大后的郑庄公试图挑战周王的权威 双方摩擦不断 周平王的孙子周欢王继位后 剥夺了郑庄公的权力 郑庄公因此不再朝见天子 怒不可恶的周欢王因兵讨伐正国 公元前707年 两支军队在郑国的城邑如何对战 战事中周王率领的联军被打得大败 周欢王还被郑国的大臣祝丹用箭射上了肩膀 从此周王再也不敢发动战争 此后周王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义四周 各诸侯国不再定期向周王述职和纳工 周王室的收入日渐减少 不得不经常向诸侯求车求粮 失去了昔日的尊严 从正宫大墓的规格和陪葬品数量等级可以看出 当时的许多诸侯国实力已凌驾于周王之上 礼制的建阅也普遍出现在藏俗上 西周用于励志的显制 这种母一般来说是不能用于诸侯一级的 但是到春秋随着励志的衰落 各国的国军都出现了用中资性打母的这样一个藏素 要想在诸侯里争霸 还得取得能够携天子这样的资格 因此天子还是在他名义上的贡主 就是大家不管是哪一个多个强大 但是都还是在名义上还要尊奉周天子 还认为他是正统的 这是名义上的 但实际上当时的周王朝在洛阳这个地区 其实他的地位 他的实力 军事和经济的实力 其实只相当于一个小国 他甚至比不上后来的很多发展起来的那些强大的诸侯国 已经差得很远了 而且这个是越来越衰落 西洋西下 周王的时代正在结束 而西洋下的群山则显出争容的模样 英雄辈出 群雄逐鹿的时代呼之欲出 从浩大喜功的周王 到不甘沉沦的周桓王 在此期间 周朝经历了近三百年的岁月 最终由盛极一时 变得支离破碎 在接下来 这个仍然被称为周的时代 昔日的辉煌已成为永远的回忆 在勉强的维持中 周王的身影实际上 以渐行渐远 逐渐成为群雄的依附 最终沦为诸侯争霸的模糊背景 然而周王室曾经的辉煌 特别是周朝的礼仪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孔夫子极力推崇周礼 说出无从周的时候 周朝冲上礼仪的精神 也已再次复兴 在传承与发扬中 他为古代中国的历史 照射出一条民族特色鲜明的 宽广道路 这是一条关系国运的道路 路的另一头 齐国的国都 军位虚空 公子小白和公子九两个人 谁能先回到齐国 谁就能战尽先机 成为新的国军 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管仲 张公大剑 朝着公子小白就是一剑 小白中剑后大喊一声 倒在车中 管仲以为小白已死 派人回鲁国报捷 但他没有想到 自己的那一剑 只是射中了公子小白衣服上的代沟 大难不死的公子小白 此后日夜兼程 最终早一步赶回齐国 登上军位 他便是此后的五霸之首 齐桓公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 和齐桓公有一剑之仇的管仲 在被押往齐国后 必然会遭受到强烈的包袱 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然而 一剑之仇未报 一个英主贤臣 共图春秋霸业的千姑美坛 却由此诞生 母带 母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